那麼我想知道的你在育肉園最懷念的是什麼呢? 在育肉園最懷念的我覺得是有一群兄弟姐妹 因為可能剛剛那些小朋友他們年紀還小 他們可能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大家一起住在這裡 可能心中都會有個問號 然後也不知道你身旁的這些人 可能你知道他什麼原因來 可是你不會懂得 這些怎麼說 因為我那時候住在那裡的時候 我越到後來我才覺得我身旁的這些兄弟姐妹我非常珍惜 然後因為我們是來自不同背景的家庭的小孩 那把我們聚集在這裡 可能我們可以互相扶持 我那時候為什麼會重新 就是讓生活再次的讓心情重新調適回來 我覺得他們對我幫助很大 他們不斷鼓勵我 然後我們就彼此這樣互相鼓勵幫助 然後他們常常我在睡覺的時候都會跑到我床邊說 可能看到我偷哭啊 或者是看到我一個人發呆啊 我們一直到現在都還是 時常在聯絡 然後還是都最好的朋友 所以我也希望那些小朋友可以明白 就是不是白白的 不是因為你可憐或什麼事 然後你被送來這裡 其實這邊也是一個家 他們就要當作你們自己的兄弟姐妹這樣子 然後好好珍惜這裡的資源 其實有些 有時候有些補助啊幫忙 是比一般家庭還要好的 嗯 所以那時候在育友園 你的 在育友園的一天是怎麼樣的呢 就是 很威律啊 早上起來 因為有唱歌的小孩就要跑步嘛 嗯 然後跑完步以後 我們要去教堂去領修 嗯 然後領修完就去整理書包 然後吃完早餐去上課 上完課回來 就打一些打掃工作嘛 寫功課晚自習 就做自己的事情 嗯 對差不多十點就請吧 九點十點 對 你覺得在育友園的日子 是不是成就了現在的你呢 蛤 成就現在的我 嗯 對 一定會有影響 嗯 因為那邊讓我看見勇氣這件事情 其實大家覺得我好像很勇敢 那我自己不是這樣覺得 因為 我覺得我做的事情跟別的孩子沒有不一樣 只是我的家庭特殊 所以他們會認為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找到正常的生活 我覺得 他們覺得我很勇敢 其實是不會的 因為 嗯 到那裡 你自己 其實待久了以後啊 你會發現 其實自己沒有跟別人不一樣的 只是你那個階段沒有辦法照顧自己 所以你要透過別人的幫助 我是這樣子想 所以 嗯 到現在我覺得 唯一 覺得不一樣的應該是 獨立吧 什麼事情可以自己做 就不用 很多人都會 好好依賴 好依賴家裡面的人 或什麼的 嗯 最後一個問題 文英接下來想嘗試什麼 想嘗試什麼 因為現階段 其實我是剛發片嘛 在去年年底發片 然後目前還是繼續的在跑宣傳 那現階段已經跑到海外宣傳了 那後來的 謝謝 後來的工作 公司還是會持續的做計畫 然後替我安排這樣子 我就是先負責把宣傳的工作做好這樣 嗯 祝你成功 謝謝 謝謝你 謝謝文英 各位旅客您好 這裡是服務台事務招禮中心 有旅客在第七月台尋獲笑容兩個 在博外座上尋獲良心一枚 尚大領取的還有 友誼恐懼單純 請醫師的旅客盡數至本處取回 若遇時無人認領 我們將陳述一次過期痛苦儲存 你好 你掉了什麼 我掉了 勇敢 更堅強 有時候太緊張 笑容卻填補滿眼眶 越是想要隱藏 沒有喔 不然 留下你的電話和謝銘 我幫你管播一下 我心裡最深處 你不要追問我 你不要追問我 還缺了些什麼 每個人都有夢 幸福總站在最遠方 幸中也是渴望 不好意思 我的擁抱掉了 那你要不要再去找一個欣賞 我常問我自己 你 現在還沒有個答案 我不是你想想 那麼勇敢 多想讓你把湖南流了一切 讓我放下 讓我放下 像個孩子一樣 但卻能把愛情封在你心上 小姐 我的夢想 又是你啊 沒有人撿到你的夢想 請問有人撿到童年嗎 這種過期的東西 我們通常都會直接堆掉喔 請問有沒有人撿到愛情 那便在垃圾桶裡面 有一些夜情 你要嗎 沒有人撿到達成。 每個人都有夢 小姐總站在最遠方 心中也是渴望 若是不敢搶住援抱 誰的心是不最後一斟 喔 我常問我自己 現在還沒有個答案 我不是你想像 那麼勇敢 我想讓你保護那流淚也長 讓我放下無裝 像個孩子一樣 單純的愛情 小姐 我的初吻找到了嗎 我不是跟妳說過沒有人找到嗎 這麼想要的話 幫我給妳好了 如果不是你想像 總是扮演堅強 多想讓你知道我也有個辦法 放下討厭無裝 像個孩子一樣 單純的愛情 放在妳心上 我不是你想像的 那麼勇敢 小姐 什麼事 小姐 妳的笑容掉了 那妳有撿到嗎 她們就說 很想像 我會放下 我會把他放下 她們都說 妳還 Wieder說